HELLO,我是Teddy 今天突然想起做一件事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吃過 不過這裡應該比較少吃 上海炒年糕 我看到這裡竟然在韓國店買到即食快熟年糕 一片片的 它其實跟上海年糕差不多 其實都是同出一切 不過這些即食年糕也有個好處 以前如果真的買上海年糕 要浸水浸過夜 這些即食年糕 你其實浸一浸 浸鬆開大約10分鐘左右 讓它不要黏起來 就已經可以吃了 又是,我煮的東西都是快手快腳 10分鐘內你浸下去 然後切肉絲 預備其他東西 已經可以了 大概浸10分鐘左右 你已經看到它有一點軟軟的 已經可以了 這類年糕大概一包 賣在馬幣13元左右 都很划算,很大包 真的一家夠吃又可以了 這裡現在我一碗的份量 這裡的份量等於兩個飯碗炒出來 炒出來很大碟的 因為還有其他配菜 就可以放在這裡 讓它多浸一會兒 那有什麼配菜呢 就地取菜 這裡都有這些 叫做紹菜或者大白菜的 這類的菜 大概這樣的尺寸 五、六片 如果買娃娃菜那些都可以 娃娃菜就是一隻給它 還有些什麼呢 肉絲 切些肉絲 一碗仔肉絲 待會醃了它 就齊了 基本上大材料 但是我喜歡 剛剛沒有的 就有草菇 開一罐口草菇 開邊 因為草菇有少少菇味 香香的 還有脆口 傳統就喜歡放冬菇 配菜 這個 香料 或者叫做炒料 有些什麼呢 我就加了半隻紅辣椒 然後就有蒜蓉 薑 待會我再預備了少少魚露 或者我這個不是魚露 是叫做煎魚汁 就是日本魚露 你簡單點想它就是 但是煎魚汁又是另一種鹹香 它就沒有魚露那麼鹹 也很好用 遲些有機會再介紹給大家詳細一點 好 醃了豬肉絲 豬肉絲其實很簡單 這個不用放很重的味道 少少味就足夠了 也不用太多 你看到這麼少少 一份 好 一個茶匙豉油 這樣就 豆粉水 放少少豆粉水 讓它滑少少 兩匙都足夠了 豆粉水 放少少油 滑少少 不用太多 家裡吃 輕手一點 不用太鹹 真的不夠鹹 你還可以 待會上桌下豉油 加少少其他 辣椒醬 胡椒粉 都可以 好 等它多醃一會 放在這裡 都說一說 告訴你 其實這個 其實不難做的 上海炒年糕不難做的 但是有少少我覺得 配搭上的技巧 因為 上海炒年糕 這麼細小 你不可以 好像當其他東西 大大件 扔下去炒 否則 配料 還會 圈奔奪 吃不到 那個年糕 所以 配菜 大概都是 拿回這個尺寸 手指公 大概一寸 這個年糕 都浸了 剛才五六分鐘 越來越 看到它開始有少少少彎 是不要緊的 但是不要浸半個小時 一個小時 浸太多 這些快熟年糕 不可以浸太久 好 切菜 大概也是 你預算 菜會軟身 會縮水 所以你大概預算 這樣的尺寸 一份 一份 這樣 如果你挖挖菜 可以直接這樣 劈開它 然後分三段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好 所以 看一下 尺寸大概 都是這樣 那你就會容易 炒出來的時候 一夾 夾到年糕 又夾到材料 那又說多一點 小故事 為什麼 上海炒年糕 想起這件事 都挺重要的 因為 因為我記得我第一次吃上海菜的東西 上海味道的東西 就是 這件事 上海炒 上海炒年糕 那也都同一件事 我第一次認識 空姐 都是因為這個上海年糕 因為那時候我有個 親戚 有個長輩 那他那間屋都挺大的 那時候住的地方 分租了一間房 給一個 我記得是國泰空姐 那他 我記得真的很高 那時候我已經覺得 哇 那個姐姐很高 很漂亮 穿著電製貨 那 那時候就會 一年會去他家幾次 所以會看到一兩次這樣 那過年的時候 就很開心了 我們過年專系 才有一色 這個上海炒年糕 那每個年的時候 就去到 必食 這個上海年糕 那他家裡煮的方法 是比較清淡的 但是如果我們出去酒樓吃 出去上海菜館吃 就比較濃的 但是那個味道 真是很深印象的 因為一般家庭菜 你很少可突然間 在家裡煮個炒年糕出來 所以我很記得 小朋友的時候 都挺大衝擊的 這個年糕的味道 那麼可愛 那麼彈 那麼煙韌的 所以都是一件很深刻銘記的事 這件 而且永遠吃到年糕也是開心的 因為過年 不只有年糕色 年糕 茶葉蛋 還有其他那些 五香滷味 那些很多東西吃 在過年的時候 以前小時候 現在少了很多 好 那我們就可以其實 預備炒年糕了 先倒一些水去 上海年糕就不難炒的 不過 程序先是最重要 想好吃就要跟程序了 第一件事 輕輕爆香了 一些豬肉絲 然後拿薑 因為菜都有菜青味 拿少許薑絲 炒香了菜 跟著跟肉絲炒好了 先上一碟 然後再炒年糕 好 年糕炒得差不多 才配菜回鑊 跟它一起炒 這樣出來的效果就會比較好吃 好 開鑊炒 OK OK 過來開鑊 先熱了一隻鑊 熱了鑊才放油 好 好 好 其實我想提醒大家 拍攝煮食節目其實很可憐 因為不能開抽油演機 大家不斷硬吃油煙 不同 如果你在錄影廠 有個攝影廠 就有一個正音的掛得高的抽油演機 如果不是在家裡拍攝其實也挺辛苦 好 這隻鑊熱了 好 因為你熱鑊油才會香 才不黏底 好 看到油瓶在一邊 即是熱了 那些汁和血水就不用放下去了 好 攤開它 收細一點 其實炒肉絲炒得漂亮 已經是一個關鍵 煮菜 你的肉絲炒得漂亮 你後面很多菜都會煮得好吃 讓肉絲看到後面也熟到泥田面了 再翻開它 好,攪定了 下薑 開火 下薑 然後下菜 再加少許鹽 再加一點鹽 其實你見到菜上油 開始有少許透明 還有剛才的鹽開始溶化了 大約這樣已經可以了 不用太熟, 因為待會再回鍋 好, 先拿起它 開鑊, 放少許入鑊 鑊已經熱了 我們就放了剛才的兩碗年糕 好, 有碟蒜蓉的, 先放一半 輕輕地把它攪拌一下 開始會黏的 攪拌一下之後 大約兩碗年糕 就差不多, 接近一碗水 剛才用油煮一碗, 爆一爆香 然後你看到年糕 一爆已經有少許焦邊 這樣就最香了 不用關小火, 用油煮 用油煮開, 拖著火煮 然後剛才的魚露, 先放進去 好, 接著可以休息一會 蓋一蓋, 大約蓋一、兩分鐘就可以了 剛才想起, 其實以前去親戚家 在家裡, 挺好玩的, 家裡很大 我記得我第一次看滑板 玩滑板之後, 也是在他家裡 我很記得那塊滑板是藍色的 我記得是玩不到的 我一站上去也站不穩, 跌跌 所以最後還是坐在滑板上推一下 在親戚家裡有很多回憶 不過吃東西是一個很重要的一環 到現在也很記得 其實如果可以看到的, 鑊蓋是透明的 它有點漲漲了, 這樣就差不多可以了 好, 其實這裡大概一分鐘左右 可以了, 已經淋了, 漲漲了 然後放另外一半蒜蓉 然後大概放一斤, 一個斤的豉油 然後放一斤的豉油 然後大概放一斤的豉油 然後大概放一斤的豉油 然後放一斤的豉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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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完成了, 放一斤的豉油 因為它很香 哦, 很香 我好像很香 很香 很香 還有米粉 因為很香 這個年糕也是麵粉質的東西 它會一直幫你收緊水分 好 甚至可以加少許水 如果看見這樣 多放一、兩匙羹水 我喜歡這個年糕或菜 炒得菜形有少許脆 但有少許焦邊的感覺 這樣便最好吃 還未關小火 從頭到尾我都開大火來做 這個 好,聞到焦邊的味道 這樣便已經上碟了 上碟了 好,炒好 其實炒好之後 我通常喜歡這個菜 多加少許黑醬油或甜醬油 不要太多,半斤 就像碟味油一樣 漂亮很多 還有另一個新鮮豉油的味道 香好多、美好多 可以給大家看看 這個圓 好 好 好 還有我預備了一樣東西 一個 豉油醋 紅醋 薑絲 加少許豉油 加上去吃 你喜歡就加 好 吃得 老闆娘都等了很久 所以 可以吃得了 這個其實真的 很久很久沒吃過 不錯 我從小時候 都有這個食物 福建話叫炒餅 炒白果 果 果 對,對 這邊也叫果 福建話潮州說 也叫果果 對 好吃 剛剛好 可以加些原生 我喜歡加薑絲醋 好像小籠包的醋 還有加了少許辣椒 所以很香 嗯 記住不用太多 太多 變了你會很膩 這個 我現在這裡這麼大碟 其實拿出來是 兩碗年糕 夠的 脆醋也挺好吃 嗯 嗯 我不喜歡在街上吃 炒得跟上海粗炒一樣的味 我就不 變成這個是 如果在上海人家 就會這樣清淡一點 上海青炒 如果不是你出街吃 上海粗炒 就好像福建炒麵一樣 對 這個青炒味道很好吃 而且 肉絲炒得漂亮 整碟東西是 提升了的 好嗎 好了 今天關機了 專心吃完它先 拜拜